先为首先带您一块来关心的是 近期内高雄市呢 包括高美馆的土地标售出了高雄地价的新高纪录 不过也因为土地的标售案 在小港区的部分出现了一些争议 这个问题就是出在于 小港区孔凤段20号地号 当初投标者是向中土地旁 紧邻的是公园用地 因此呢才会决定要以超过底价2000多万元 也就是新台币上亿元来标下这一块土地 没想到得标之后却发现奇怪了 公园用地实际上是一块农地 不该由此损失愤而向亿元呈情 从图片上来看 属于大平顶特定区5号道路毗邻地区 区段征收的孔凤段20地号 以高出底价2285万元标售完成 原本是促进小港地区发展的好事 却大摆乌龙 那个农地弄成是一个公园用地的一个目录 让别人去标的时候 用了特别高的标金 那当然发生之后 我想这中间也询问过我们的谢局长 科长也在场 这个都是一个很事实的 不过我觉得比较痛心是说 一个地政局只有管一个土地 连那个土都会弄错 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再看一次图片 绿色标示出来的公告图上是公园用地 没想到投标者标下土地后发现 实际上是一块农地 一来一往实在差太多也影响土地开发潜力 议员担心类似事件再发生 亦是听理要替无辜的投标者讨公道 德标人他认为这样的讯息造成 我现在是讲说你最后 你现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你的处置是什么 你不用再告诉我这些理由了 我要求你撤换这个处长 到现在为止这两件事情 都没有完满意的答案 一个是行政的东西 第二个是怎么样还换下次的 你现在还是讲这些理由 不满土地开发处在出现疏失后 面对民众的处理态度 议员当场呛处长下台 问地震局长怎么处分 你们完全是摆乌龙嘛 我想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印错的东西 当然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那这部分再跟议员做个报告 我觉得因为你是一个地震局的局长 后来开发去规划这个土地 单纯这种农地会变成公园 这么简单 这么一个原则的东西 还可以公告的东西 不可思议 投标者问是否标售土地周边使用情形 得到的答案缺了公信力 紧邻的是公园还是农地 结果大不相同 议员戴维强调投标者 有受骗的感觉 引发争议 感谢欧元朱宇宏 采访冒打 打赏了不让的 词